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意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道声于安静,老子说手净赌,意思是告诉我们,只有守住自己对世界本源规律求所的初心,保持笃定,不受外界负面因素干扰,最终才能真正地求得到。 一个人的智慧是清静的心自然流露出来的。 作为全世界最早的现代成功学大师和励志书籍作家,拿破仑西尔曾经影响美国两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。 在美国,他是家喻户晓的大师,被称为百万富翁的创造者。 有一次,他去见一位专门以出售主义为职业的教授,结果被教授的秘书挡架。 西尔觉得奇怪,像我这样有名望的人来见教授,也要挡架吗? 于是回答,无论谁,即便美国总统现在来,也要等。 两个小时后,教授出来了。 西尔问他,你为什么让我等两个小时? 教授告诉西尔,他在一个特制的房间,里面漆黑一片,空空荡荡。 我有一张躺椅,他每天都要躺在椅子上,默想两个小时。 此时的两个小时,他创造力最为旺盛。 很多人出乎意料的主意都来自此时,所以这时他谁也不想见拿破仑。 西尔听了教授的讲述,内心突然涌起了一股意念。 安静中诞生思考,才是人生成功的要诀,由此写下了使他民谣四海的著作思考制服。 现代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,人们在通常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下,只动用。 充了大脑的全部能力的5%至10%,而90%至95%的能力,需要在心境的情况下,更有可能释放。 安静不是沉默,也不是孤寂,是满载温情和力量,是一种难得的修行。 一越安静越从容,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,以为巨商为躲避动荡,把所有的家材质换成了银票。 曹玉把特制伞之内带上这把伞准备归引老家,不料途中劳累,在凉亭睡了一觉,醒来后雨伞竟不翼而飞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,商人很快冷静下来,他发现随身携带的包裹完好无损,断定不是职业盗贼所为,应该是过路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伞,此人应该就居住于附近。 两年过去了,杀人没有等来自己的伞。 他沉下心来思量,发现有些人,大雨伞坏得不值一休时,会重新购买新的雨伞。 于是,商人打出旧伞换新伞的招牌,一时间来换伞的人,络绎不绝。 不久,一个中年人夹着一把破旧的雨伞前来换伞,商人一眼就认出正是自己丢失的那把伞,伞柄处完好无损,打开后巨额银票一分不少。 去年电影《中国机长》的发布会上,演员袁泉尽管已经42岁了,站在其他几个小花旦的旁边,却丝毫不显老态,多得只是岁月赋予他的从容与淡然。 在很多演员趁年轻大把捞金的时候,圆泉却静静地选择了话剧。 从湖泊到简爱,暗恋桃花园,在他活着,他将全身心投入到了角色中。 三十岁那年,圆泉入选了《中国话剧百年》《名人堂》,拿到了喜剧想象的大满贯。 对于此,他依然看得,很淡,不声不响,专心于自己的热爱。 不管是在片场还是排练场,圆泉总是安静地坐在角落,要么静静地看书,要么独自思考角色。 演员身处演艺圈这个名利场上,难免会过躁不安。 热闹永远只是浮在表面上的东西,只有静下来,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。 古都六讲中说,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,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。 我相信这个生命走出去时不会慌张。 安静会让人发自内心地感到踏实,一颗躁动的心,无论幽居深山还是隐没在鼓叉,都会让人急躁不安,突如其来的任何变数都会感到惊慌失措。 二,越安静越有力。 茨维格说,安静是一种很有力量的氛围,正如一只装满液体的瓶子,摇晃过后,一旦安放在桌子上,就会出现沉淀雾。 我曾经看过一篇关于采访胡歌丹麦之行的文章,对此深有感触。 刚到哥本哈根的时候,胡歌很好奇为什么这里可以被称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。 一路采访下来,他发现这里的人不仅仅考虑人,还要让其他生物也能够移居,不会过多地去占用到其他生物的生活空间,大家都是平等的。 不管是在郊外还是城市,都有一种和自然融合的感觉,这也是给他带来一种放松和安静的感觉。 胡歌描述说,坐着马车走进路院的时候,非常安静,连风的声音都没有,只有马蹄踏在路上的声音。 这让我想起美术馆看哈莫秀仪的画,也是同样的感觉。 无论是艺术品还是大自然,都给我一种很安静的感觉。 我觉得那是一种力量,很特别。 他这些年把自己崩的,很紧,经常想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所谓的更有意义一些,花了很多精力去学习,让自己把注意力对外转向对内。 说到这次丹麦之行,胡歌说,我觉得这里有一点跟冥想,内观想通的地方。 就是这里特别安静,当你能够保持安静的时候,你就能打开更多的雷达,或者有更多的触角,有更多的感悟和感受。 安静下来,你感受到的周围一切会分外的清晰和深刻。 三月安静越丰富。 作为音乐的创新者和安静的祈求者,凯奇的作品4分33秒以一片空白成为二十世纪艺术史上的非物质封碑。 这首曲子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修纸,字面意思上看是尖默的意思,但修纸并不是停止,而是有意识地跳过特定的节拍。 比如在,在管弦乐演奏中,乐器演奏者遇到修纸幅时会停止演奏,直到一个乐章结束。 在此期间,其他人继续。 在演奏凯奇的这首曲子时,一名钢琴演奏者坐在钢琴前,第一时间合上钢琴盖,然后盯着秒表看。 该曲子长4分33秒。 演奏期间,整个乐听寂静无声,只有环境声和噪声。 可能现在再去听,已经没有了惊讶。 但有趣的是,这件作品就算你听个一百遍,都会有一百次不同的体验。 因为每次听到的声音,感受到的都是不同的,安静下来,你才能体会到不同的声音,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丰富。 作家汪增琦小时候喜欢去外祖父的书房,就坐在藤椅上拿本闲书看。 很多年后,他被下放到乡下,旁边的人嬉笑打闹,他依然可以平静地看书写字。 这次的经历成了他很好的自省机会。 索罗远离人群,独自隐居,与落日、余晖、树木、白云为伴,感受着美于自然。 他们不是书呆子,也不是自闭孤寂,而是以另一种静谧的方式在丰富着自己。 蒋勋说,我觉得安静是更大的热情,是更饱满的热情。 很多人觉得安静是因为热情换面,但也可能是热情到了更饱满的状态,开始平静无波。 很多时候,喧嚣招摇不意味着有虚和充实,相反是内心过于空虚,才刻意表演来掩饰。 静下来,才能扎扎实实地充盈起内心的丰富。 一个人最好的修行,静下来如何让一杯浑浊的水变清? 答案是挺直、搅动,让它慢慢沉淀。 沉淀后的清水就能映出藏衣。 水里的鱼虾撇为水星,急则形象明,心境急则智慧声。 水面平静后,万象才会显现,人在平静后,才能拨开迷雾。 反守乾坤伤人失而复得的财富背后,是他静出的智慧。 很多已然发生的事情,只要能静下心来,多是能找到回足余地的。 扎心自去,静慧自来,稳住心静,就稳住了人生。 一个人厉害与否,都掩藏在内心深处。 一个人最好的修行,就是静下来。 有句话说,人生应该山帆流浅,认识时摇曳,心始终如连,安静绽放。 任正非就曾高度赞赏乔布斯打坐的习惯。 打坐就是东方的安静艺术。 这样的打坐可以帮助人快速静下来,心无旁骛地做事。 不仅是乔布斯,任正非,世界再怎么嘈杂,每一个贱人的内心,或者是想要做成某件事的人,必须是安静安定的。 只有静下来,你才能从容地应对周围的变数,体会到杂乱中不曾体会到的宁静和美好。 谢谢胜利。